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来分享诗篇的信息 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这美丽的大会堂安息日聚会吗 当时我们是以诗篇四十六篇作为分享 四十六篇的主题叫做不能震动的我不能摇动的城 为什么这个城不能够动摇呢 因为这个城这个国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这个城这个国是神的国是神的城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诗篇的信息 今天要从诗篇三十九篇来分享梦幻人生 那我们会在这一篇里面看到五种不同的人生 在这样梦幻的人生里面 我只在乎你 人生 请大家翻开诗篇的三十九篇 等一下我们会进屋里面去看五种不同的人生 人生如梦 但梦醒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一切都不见了 因为梦里面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那当我们梦醒的时候 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去面对我们真实的人生 梦醒了才能够真正的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 本篇是大卫体会人生的短暂 因此他用他短暂的生命去仰望神 去追求神 那本篇也是大卫经历了神的管教 然后呢他沉默不语不说话 但是这种沉默 后来他受不了了 他向神请心吐一他心里的话 这座他表达了人生的短暂 人生的痛苦 他说我们的年入 我们所度过的岁月 好像手涨这么多 这么大而已 那世人这样的劳苦 这样的辛苦 那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那所以大卫将一切的指望 一切的盼望 都放在神的身上 这就是我们的小主题说的 我只在乎你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人生 请读一节到二节 这是什么人生呢 这里的人生是叫做沉默的人生 那大卫在这里他说 他曾经要立志 谨慎他的言行 那谨慎我们的言行 这是我们一生 要灵修 要学习的功课 那为什么我们要谨慎 我们的言行呢 这里他自己说 免得我的舌头犯罪 我们很多事情 说错话 做错事 都是因为嘴巴犯罪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病是从口进入的 但是祸呢 是从口出来的 那说话 说出去的话 好像祸出去的水 你收不回来了 那所以我们说话 要非常谨慎 要三思 要想一想才来说 连主耶稣也这样地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说话要小心 那所以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书十二章 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主耶稣说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继续地供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义为义 要凭你的话 定义有罪 特别是所说的闲话 闲话就是那些 不传不识的 不真实的 那些多疑的话来的 所以大卫他说 他曾经立志 要谨慎他的缘语 他在这里说 特别是在恶人的面前 他更不要说话 所以他说 在恶人面前 我要勒住我的舌头 我的口 这到底是明则包身呢 明则包身呢 还是聪明智慧呢 聪明的人很多都 都不要说话 在这种情况中 不说话的 但是接下去 你看大卫他自己 怎么样见证呢 第二节 我沉默无声 连好话我也不说 这样的情况中 我很辛苦呀 我非常辛苦呀 那到底要说 还是不要说呢 你说呢 到底要说 还是不要说呢 我现在在这里回答 沉默是好的 是对的 但是承诺也是不好的 是不对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你应该说的时候 你一句都不漏地说 应该是这样 不该说的时候 一句都不说 这应该就是说话的智慧 应该说的时候 你却不要说 你保持沉默 不要说 不要得罪的 这是不对的 这也是不好的 这也是神不喜悦的 因为应该说 你却不要说 可是不应该说的时候 不应该讲的时候 你却讲一大堆 那是不对的 也是不好的 那好像主耶稣 他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在被抓到 犹太人法庭 受审的时候 你注意看 主耶稣什么时候说话 什么时候 他一句都不说 你注意看 应当说的时候 一句不漏的时候 不应当说的时候 主耶稣都保持沉默 这个是沉默的人生 当沉默的人当中 我们有一个 受话的智慧 什么时候应该说 什么时候不要说 我们进入到第二种人生 请读第三节 这第二种的人生 叫做说话的人生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 你看我们眼睛一打开 一醒过来 我们就开始说话 一直说一直说 说不停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说什么话呢 当说话的时候 我们不说 我们会很辛苦的 是不是 你试试看 传道跟你玩一个游戏 你现在开始 不要说话 一直到晚上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你能够吗 不要说话 一句都不说 而且你看到一些事情 应当讲的 你看到孩子 坏的时候 你要讲的时候 你不可以说 你试试看 所以在应当说的时候 我们却不说 真的是很辛苦的 所以第三节 这个大卫说 在我的心里面 我当说的时候 我却不说 在我心里面很辛苦 在我的心里面 好像有火在烧 所以他开始说话了 这叫做说话的人生 这一节呢 第三节的心情 就好像彼得 所说的彼得 彼得被带到 犹太人的工会 带到祭司长 文师的面前 受审判的时候 他们禁止彼得 他们传讲耶稣 传讲福音 叫他们不要说话 那么彼得就在他们的面前 见证说 我所见所闻 不能不说 我所看到的 我所听到的 不能够不说的 就像这里 第三节说的 我不说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 如同火烧 主耶稣也讲过这句话 他的心里 好像火在烧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断地燃烧 要讲出神的话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千万不可再 沉默不说了 好像教会的情形 发生一些 很不荣耀神的事情 很不合真理的事情 传道人 长之门 不能够说 我不要说 我不要得罪信徒 我沉默 我保护自己 不可以这样 如果是信徒 做错了 犯错了 我们一定会讲 他甚至会责备他 信徒 可是当负责人长之 传道做错的时候 CMC做错的时候 谁敢讲 谁敢遮备他们 谁要去遮备他们 最好是我们沉默不语 我们点点 不要讲话 因为我不想得罪他 他是我的亲戚 他是我的好朋友 这个时候 我们心里有神的话 公义的 圣洁的 我们心里好像火烧 不能不说的 这个就是圣经说的 说话的人生 你在说什么 还是回到那一句 该说的时候 一句不漏地说 不该说的时候 我一句都不会说 有注意到吗 传道所讲的话 全部都是有关 信仰有关 我们灵魂得救的 你注意到吗 甚至要我们的灵魂 圣洁的进天国的 关于这些圣洁的道理 传道是甚至很大声讲的 对不起 是很大声的讲的 可是对于这个建会堂 这个讲台要什么 这个要有什么颜色 你注意看吗 传道就这两三年了 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过的 对于这些意见 我完全一句话都不说的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些不需要传道来讲 有很多人给意见 有很多人给意见 这个不需要传道来讲 可是有些人呢 有些传道人呢 很喜欢讲这些 要什么颜色 要跟他讲很多 但是真正应该讲的 应该责备的 他们一句都不讲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不想要得罪人 因为不想得罪 因为想要你们的选票 我成为你们的好好先生 大家都拍张 大家都说这个传道很好 那我的票数会很高的 但请问 这样是一个中心的传道吗 这样是你们要的传道吗 你们自己回答呀 如果我是这样的传道 你们要吗 这个是第三节 是第二种人生 叫做说话的人生 我们进入到第三种的人生 请读四节到六节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人生呢 这里一段呢 是在说明 我们的人生叫做 短暂而悉空的人生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呢 在这个短暂 悉空的人生里面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求神 给他智慧 那到底他叫神 给他怎样的智慧呢 不是叫他 给他很会做人 很会赚钱 不是这种智慧 他叫神 给他能够 看透这个人生的智慧 第一 他叫神 给他这个智慧 叫他自己 晓得 我身之中 我自己人生的 终点 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人生 最后的终点 要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人生 最后的绝技 是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一次 孔子的学生 问孔子 问这个老师 孔子 他说 老师 我们死的时候 我死的时候 我要到哪里去 老师 你可以告诉我吗 孔子是我们中国人 认为最有智慧的 学者 那这个老师 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从哪里来 我怎么知道 死后往哪里去 我连怎么样来 我都不记 死后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 怎样来怎样去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中国 最有智慧的 哲学家 教育家 他说 未知生 焉知死 我不知道人生 怎么样来 我也不知道 我们死后往哪里去 我完全空白 没有答案 但请问今天 我们神的儿女 我们有没有这种智慧呢 连这么厉害的 这么有智慧的 孔子都不知道 但是你跟我 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很知道的 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从神来的 神给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生命死的时候 要回到他那边去 回到天国的 那这个大卫呢 他就是祷告 求神让他 有这种智慧 能够真正的 明白 死后往哪里去 真正的知道 那既然是到死后 要往神 天国去 那请问你 准备好了吗 你有准备吗 那你有没有 真的有把握说 我真的可以 回到天国 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啊 这是他祷告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这样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啊 很多人都还以为 他的生命很长呀 我们年长的人 就知道自己 生命不多了啦 进入六十岁以后 大家都知道 生命越来越短了啦 所以我们都很懂得 保养自己 很会珍惜每一天的啦 很懂得 保养自己 这个不敢吃 那个不敢吃 又常常去做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 时间不多呀 可是年轻人呢 他以为 他的生命还很长呀 他有很多的时间啊 所以他们不会去 珍惜他们的生命 不会珍惜他们的身体 不会珍惜他们的健康的 一直在熬夜啊 一直在乱花他们的精力 一直在 不断地浪费掉 可是他不知道哦 也许他根本就看不到 明天的太阳呀 你以为死亡 只是对那些年老的人 说的吗 现在有多少 白发人送黑头发的人 你知道吗 现在死亡的 每天死亡 很多都是年轻人 不是老年人 所以大卫祷告说 求神让我知道 真正的觉悟 我的生命是不长的 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 我的生命 随时会消失的 那第五节 他说出我们人生的 真实的情形 他说我们的年日啊 我们的岁月 好像窄如手掌 一个手掌这么大而已 请问一个手掌有几大 一个手掌就是这么大而已 那我的生命 我的岁月就是这样多而已 一个手指 一个手指 算它十年 那我们有十个手指 那算它十年 就是一百年好不好 一百年很厉害的咯 算完一百年 过了五十岁过后呢 我现在只剩下 五根手指而已 然后进入六十岁 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我还剩下四根手指而已 四根手指 如果我算得完 我就一百岁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能活到一百岁 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最多还剩下 一根两根手指而已 如果两根手指 我就八十岁了 我很满足的 如果可以再算 两根手指 我就很满足了 但是你想想 只剩下两根手指 很快的 跟你讲 只剩下两根手指而已 你以为你生命很长 很多时间 你自己算 看到你有几根手指 你自己算 现在还剩下几根手指 你自己算 所以大卫王 他真正的明白 他说神啊 我们的岁月 我们的生命 窄如手掌啊 有什么好可夸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在我们的一生的年岁当中 这个几十年当中 我们这个几十年啊 在神里的面前 好像无有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 如果这十几十年 我们去贪爱世界 我们就去 在世界赚钱 我们就是不爱神 我们也没有爱心 我们又没有 去行神的道理 请问 我们这种岁月 有价值吗 有价值 有意思吗 我回头看看 我们经过的几十年岁月 空的呀 在神面前 没有 得不到神的喜悦 得不到神的认同 那就是空的呀 想想看 神很看重我们的信心 请问你有信心吗 我们的信心 是越信越有信心 还是越信越没有信心呢 你自己在检讨 在这个疫情当中 你自己检讨 他讲到爱心 神很看重我们的爱心 神很喜欢 喜悦我们的爱心 请问我们的爱心 有多少呢 是越来越有爱心 还是越来越没有爱心呢 你自己想咯 讲到侍奉 侍奉神 以前很热心侍奉 那是以前 那现在呢 现在还有没有热心 在侍奉神呢 你自己想咯 讲到祭会 以前我们是常常祭会的 天天祭会的 以前我们正经书教会 天天祭会的 以前 现在变成 现在变成 二 五 六 三天而已 一个礼拜只剩下三天 三天 拜二又没有来的 有一些拜五也没有来的 只剩下拜六这一天而已 二拜六呢 只是早上来 下午没有来的 或者下午来 早上没有来的 就剩下两个小时而已 以前我们这一书 真的是天天祭会 天天祷告 对呀 是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 祭会敬拜呢 是越来越 越亲近神 还是越来越 倒退 越远离神 你自己想咯 这样检讨起来 信心啊 爱心啊 侍奉啊 敬拜了 检讨起来 我的天啊 在神面前 好像空的呀 原来我们不是进步啊 我们是大大的后退啊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中 我看到很多 我们真教会的信仰 我们领导层的信仰 是退步 不是进步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中 我们不是要去责备人 不是 要去批凌人 也不是 但是却让我们疫情 这个病毒 让我们看到 发现到 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 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呀 感谢主啊 让我们发现啊 原来我们是退步的 原来我们是没有信心的 让我们发现到 我们赶快改变啊 赶快进步啊 赶快来敬拜神啊 赶快建立我们的信心啊 这样反正让我们更加的进步 让我们看到自己 然后更进步啊 那继续下去 那第五节 这个大卫说 个人哦 人认为最稳妥的时候 我很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很安全的时候 真的是全然稀欢啊 全然稀欢 好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你今天有了成功啦 老实说 你的钱已经没有问题 在银行的钱 在你的产业上 你已经几百万了 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么你的健康 感谢主也没有问题啦 如果是保持这样 健康也没有问题啦 到了退休后 或者已经退休后 我们现在不用做呢 也可以过很享受的生活 很安乐的生活 这都没有问题啦 因为我们都做好准备啦 因为我们都已经努力过啦 但是 当我们认为最稳妥的时候 没有问题的时候 一切OK的时候 这都是西空啊 因为一场灾难来 一场大火来 或者一场车祸 或者一个病毒来 现在的病毒 完了 没有啦 所以大华呢 他就做一个检论说 世人的行动啊 以为很稳妥 以为很OK 原来啊 不过是幻影 一个影子吧 那是靠不住的 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 不要去准备 不是 我们努力了 我们也准备了 我们也已经觉得 没有问题了 可是我们要把这件事 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生活 继续交透给神 神你要看顾我 这才是稳妥的 这才是安全的 第六节 他们忙乱 就是现在的人的生活 每个人都很忙很忙 忙到乱 生活也很乱 又很忙又很乱 今天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吗 那么我们继续财宝 不断地存钱 存钱 存很多钱 不知道将来 有谁要收起 现在还好一点啊 现在 因为现在人比较看得开 舍得吃 舍得用 舍得花 舍得把钱丢 那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人 也不舍得吃 不舍得用的 现在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呀 也不舍得奉献的呀 那也不舍得去救济穷人 帮助穷人 不舍得的呀 甚至妈妈有辛苦 姐姐妹妹 姐姐弟弟有辛苦 也不舍得拿钱给他们 帮助他们 也不舍得的呀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他们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家人来的 那你存这么多钱 自己又不舍得用 又不敢用 结果你以后 这个钱要给谁 你自己都不敢用 你要给谁呀 所以大卫提出 你的钱将来谁收起 让你自己去回答咯 你有答案吗 我想有两种人 来收我们的钱 一种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的孩子 收我们的钱 那还OK嘛 我们的孩子来的嘛 那还是OK的 最怕的那些钱 不是孩子收啊 是给医院 给医生收起 给别人收起啊 今天 今天的世人 的话你跟我 不是正在过 这样的生活吗 这里第四第五 到第六节 说的人生吗 那今天我们有很多计划 有很多理想 我们甚至很快速地成功 很快速地 因为这个快速 所以让我们今天 不是活得很辛苦 很忙乱吗 今天我们不是不断地 在寄存财宝吗 不是一直在存 一直在存钱吗 今天不是很多人 觉得现在OK啦 现在我没问题了 我退休没问题 不是很多人这样认为吗 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一段里面 所说的人生 就是悉空跟短暂的人生 你一定要去明白 而且这种人生 不是对别人讲 就是对你跟我来讲的 所以求神 是我们这样的智慧 能够在悉空中 活出智慧 能够在短暂中 活出永恒 我们来看第四种人生 什么人生呢 这第四种人生 叫做盼望的人生 第七节到第十节 既然刚才讲到 我们的人生 是短暂的 是悉空的 那现在要怎么做 第七节 大卫就祷告说 哇 我如今还等什么 我还要在等什么 在这种悉空中 我要等什么 我的指望在乎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在等什么 你在等什么 孩子呢 在等进大学 等学校毕业 然后进大学 大学毕业 等待进入这个社会 社会出来 就等待成功 赚大钱 在等赚大钱 在这个时间 在等那个白雪公主出现 世界最美的美女出现在你面前 等到今天 有些人还在等 空等 都已经老了 还在等那个公主出现 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待 人生就是不停地等 等这个等那个 结果等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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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等到的就是一幅棺材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幅棺材在等着我 所以这个大会在地区说 主啊 我到底今天在等什么 我要在追求什么 我在期待什么呀 主耶稣呀 我的指望在乎你 因为我看透了 我明白了 我也不在等待了 因为所等的都是一场梦来的 不是真实的 因此他把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爱 信心 全部放在神的身上 放在他的信仰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盼望的人生 本来这个人生是没有盼望的 死后还要受神审判的 但现在至少我认识耶稣以后 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 我的人生不再是悉空的 我的人是充满盼望的 充满一个希望 一个盼望的呀 我因为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希望全部都在神身上 在主耶稣身上 请问你有这种觉悟吗 你现在的人生希望是什么呢 你还在希望这个世界吗 如果我们的希望真的是在神 在天国 那我们应该多一点时间 去爱我们的神 应该多一点来到教会 来敬拜神 来做好准备 第九节 因为我所遭遇的 如果是出于神的话 我就默然不已 我就不要呱呱吵 我也不要埋怨 我也不要呱吱叫 我就安静下来 如果是出于神的美意 你今天的生活是这样 你所遭遇的是这样 那如果是神的旨意 那我还吵什么 神要我过这种生活 那我还吵什么 如果神要我遭遇这些 那我还计较什么 既然是神的旨意 那我就要顺活 我就安静接受这样的环境 不单只安静 还要加上来感谢他 还要感谢神他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所遭遇的 这些痛苦 都是自己造成的 痛苦的人生 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自己的骄傲 或者自己的贪心 来造成的这种痛苦 第二不是自己骄傲 也不是自己伤心 那是出于魔鬼的功绩 魔鬼的嫉妒 第三种原因 不是出于自己 也不是出于魔鬼 是出于神的旨意 神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圣经很多这种 像夜色 他做煎 他被卖 那都是神的旨意 那不是魔鬼给他的 神的旨意来的 不过大卫讲的这种 所遭遇 第九节的遭遇 他的痛苦 他的犯难 三样都有 三样都在里面 一些苦难是他造成的 他去贪人家的太太 他去犯奸淫 他去杀人 对不对 那他造成的 那当耶稣与撒旦 撒旦看到他 做这种事情 撒旦就去攻击他 对付他 那也出于神 神看到你行这种恶事 那神也管教你 神也审判你 让你受苦 管教你 所以有时我们遭遇 这种苦难 这种痛苦 三方面都有 自己 魔鬼跟神 都有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充满着希望 因为第十节说 神 你管教我过后 你责罚我过后 我就一定能得救 已经能重新圣洁起来 好 再看最后一个人生 这个是十一节到十三节 这个是什么人生呢 这叫做聚居的人生 就是暂时居住的人生 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 第十二节 我们在你的面前 是客里 是聚居的 兄弟啊 人生不过是客里 好像我们去旅行 到纽西兰 到什么世界最美的风景区 哇很美啊 住六星期酒店 但是你住五天也好 你住十天都好 你知道你就要走的嘛 你住一段时间 你就要走的嘛 我们在这个人生也是 你很成功 很享受 你再享受 也是要走的呀 短暂寄住而已啊 然后就要走的呀 我们在这个人生也是 你很成功 很享受 你再享受 你再享受也是要走的呀 这个就叫做聚居的人生 暂时住的地方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不是永恒的家 既然既然是短暂的 我为什么要投资这么多在里面 既然是短暂的 我要走的 我为什么这么计较 我都不计较了 什么用都好 没有相关啦 反正我只计较 我就找的了 对吗 只计较就找了 你说计较做什么 你要生给你生啊 你要赚多一点 那你就赚多一点啊 我有次有用也就好了 我不要贫穷就可以了啦 就OK啦 是不是 后来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短暂的 住几天而已 我知道 我们看最后一节 十三节 请念 在这个五种人生里面 最后的祷告是什么呢 最后的祷告 最后的祷告就是求神 使我弃而不凡之先啊 我还没有死 还没有弃之前 神一定要给我力量 要恢复我的力量起来 而且这个力量呢 给我力量 不是用来贪爱世界 不是用来赚钱 不是用来跟人家斗啊 不是呀 这种力量呢 我还没有死之前 你要给我 给我这个力量 是要用来爱我的神的 是要让我有力量 来侍奉我的神的 这种力量 是要叫 给我有力量 来行出主耶稣的道理 这种力量 让我有力量 来原谅我的敌人 来爱我的敌人的呀 给我这种力量 来爱他们 来原谅他们 主啊 这种力量 你现在就要给我 不要等我死了 你才给我 我死了 你给我也没有用啦 我都死了 你给我做什么 是吗 我要原谅我的敌人 我要爱他们 这是我还在的时候 来做的呀 我死了 我做不到了 那时你给我来做什么 我要这个力量来做什么 所以叫做 在我去而不返之先 我还没有死之前 你要给我 主耶稣 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力量 那这句话也说明 我们一气就不会再回来的 请注意 一气就不会再到回来的 不会的 不像我们老人家说的那些迷信的时候 死了多少天回来 没有回来的 气而不凡 就是没有再回来的 我们现在做结论结束 在这个梦幻的人生里面 你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力量 到底奉献在哪里 神啊 我只在乎你 在这个梦幻人生里面 请大家 不要再做梦 要过一个真真实实 真真实实的人生 一个真真实实的信仰 因为在这一篇里面 五种人生里面 我们就看到 真实人生的 这些 这些情景 全部看到 里面有我们的祷告 有我们的祈求 也有我们的顺服 也有我们的交托 也有我们的忍耐 也有我们的等候 耐心等候 也有神的管教 也有神的怜悯 甚至也有我们的忙碌 也有我们的安静 也有我们受罚的时候 也有我们沉默不说的时候 里面所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 很真实的生活来的呀 最后求神 是我们力量 胜过人生的一切苦难 胜过人生一切的试炼 求神恢复我们这种力量 来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 走完信仰天国的道路 兄弟 记得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梦幻人生里面 我只在乎你 来唱张美诗 339首 339首 慈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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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